這個就是一個兒子殺了自己的母親 然後自己掉樓時殺的一個案件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部分呢? 我們到過的地址找到背後的營機 我們去底下解釋的地方 這個地方有一個叫做131代表 這個曾經有一個很幸福的家庭 也有很孝臣的洗 但是後背有一個181代表 這個孝臣背後他怎樣 差點什麼呢? 他轉念的部分 為什麼轉念呢? 因為鬼的血情 他用來轉念一些叫做極端的部分 發生什麼? 因為這個人是可能慈人結席照顧的媽媽 就造成一些叫做抑鬱、磁閉 引起的令到他很厭煩、厭世的部分 因為他帶有很強的抑鬱、磁閉系的部分 這個像在這裡的人 是非常屈門的部分 早點視頻 錄鏡與數字解密的時間營光幕 看到錄鏡與老師在這裡 Hello 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老師 今集回來我們繼續講一些 可能關於奇案 或者一些兇案的事情 上一集我們就用了一些人物的角度去出發 例如他出生的年月日 又或者他的名字所衍生出來的數字 原來地方都很重要 一個兇案或者一個暴力案件 很多時候都有一個地方 不會在一個無形的空間產生 對不對? 所以一個地方的門牌 為什麼會有一個能量出來 然後再加上那些人的數字 構成了一宗又一宗的案件 所以今集我們想請你在一個地方的角度 去分析一下一些命案的發生 好了 接下來 我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地址的部分 其實我們數字 辭了我們的名字 七餐二日 還有臻份證明的數字 還有電話號碼的數字之外 其實這些組合 如果在我們的地址換白證明 都會產生一種共同樣的能量 這些地址 為什麼有些地址會發達 家庭幸福等等之類 但是有些地址很容易會發生一些 叫做凶宅案 吊樓、自殺、吵架、離婚 為什麼會有這些磁場呢? 就因為它帶的數字組合 不一樣就會有不一樣的能量場 接下來我會為大家尋找幾個關於一些地址的問題 用於它有發生凶宅案的部分 來跟大家分享這個部分 好像這個地址 它就是大窩口尊雙屍案 我們去底下的地址 我們將它抑穩我們的數字能量學去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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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抗 比較容易會有意外、血缸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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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 這些是方便質問第 亦都會用來修正一些叫做輕增的部分 如果是這裡的人 剛才我們講的這個部分就是我們嚴正到 然後查到 原來這兩夫婦為什麽掉樓死呢 就因為曾經是受過腰衰的病魔棍擾了很多年 而令到他掀殺的輕增 而掉樓刺殺 亦都混合了整個案件的部分 所以有時候數次我們會抵到背後的現跡就是這樣 有時候我們去抵一個地址 沒有都要搶門的就給我地址了 我已經知道這個地方是將會有什麽特點 包括有什麽特令會發生 其實我都會一目了然的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給大家看一下 好像這個就是在貴城東尊 靖安樓1607這個 我們看一下 這裏發生什麽案件呢 好了 這個就是一個兒子 殺了自己的母親 然後自己掉樓刺殺的一個案件 為什麽會發生這個部分呢 我們到過的地址 去找到背後的現跡 走著我們去底下解釋到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一個叫做 一三一是代表這個 他曾經有一個很幸福的家庭 也有很孝神的洗 但是後背有一個一八一 就代表這個孝神背後 他怎麽樣 他差點什麽呢 他轉念的部分 為什麽他轉念呢 因為鬼的血情 他用來轉念一些叫做極敦的部分 發生什麽 抑鬱、磁閉、引起的 引起的令到他是很厭煩、厭世的部分 因為他帶有很強的抑鬱、磁閉在那部分 這個是 治在這裏的人 是非常屈滿的部分 所以到時後來 令到他 真是不想面對這個孟靜的一個折磨 去照顧他媽媽 他都真是不想去去繼續爭論 所以令到他自己 就是乾脆那麽媽媽的手 所以其實他已經看到一個叫做 是輕爭的念頭 所以這個地址帶有些什麽呢 第一他容易有抑鬱 亦都會用到後來 六零則就代表 將自己最新的人 可能去殺害 爭氣就代表自己家人 所以在這個部分 都抵鬱暗爭 就代表殺自己家人的部分 所以到後來 真是會發生了這件案件 所以我們回到前面的這個部分 就割實我們性質到 原來這裏真是會 之前曾經是有一個很幸福家庭 兒子是很孝敦 媽媽照顧得很長時間 但是媽媽也是沒有見口喘 她也是避見了 令到自己都很古老 在這方面很抑鬱 那側邊就是關注 那側邊就把媽媽當作 然後就自己調樓視察 那證實之後 國質是有這個部分的東西 所以做詞 我們是真是鬥過一些造詞 去抵鬱背後的現跡就是這樣 嗯 跟著下來 其實除了這些案例之外 其實我們也會有一些 是我們最近的一些學生 都有一些案例 其實我一抵鬱地址的時候 也都講中了所有東西 那當時叫她做些什麼決定呢 又會怎樣去 怎樣的一個環境呢 其實都有我們之前的一些部分的案例 部分的現象 那我們不如在這個時候 我們邀請她出來去跟我們分享 好嗎 好了 那我們現在邀請了我的學生 Mange 就來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地址 在她還沒有改地址之前 改了之後的一些變化 之前是怎樣的一個過程 到後來改了之後 有什麼會改變呢 我們來由她分享好嗎 首先我問Mange 你當時在貨檔場 你拿了這個地址 你真是被老知去分解 那老知真是會講中了你背後的東西 那跟著呢 你也是在過程中 你做了什麼決定 為什麼要改這個門牌呢 那你跟我們分享好嗎 是 因為那時候 跟師傅學的時候 就知道 如果電話裡面 或者地址裡面 有一些空聲 例如鬼啊 絕命 就會很容易 家裡出現很多問題 例如會發生意外 或者是有些疾病 或者突發性意外 或者是有些疾病 那我就 師傅是講中了我發生的事情 大家看到我地址 一串軌 然後又有絕命 又有暗命 經常都 我由家裡的房間 去廁所 我覺得經常都出現意外 都會很容易跌倒 很多事情都很不順 家裡也是很不開心的地方 很陰的地方 每一次回去都很大情緒 現在跟媽媽的關係 都比較容易爭吵 也都媽媽的健康 甚至乎 再之前哥哥的健康 師傅都看到 我哥哥是 23歲有位病 之後搬到這裡 曾經好轉過 但是突發性是突然間 有一天 他睡醒不能動 之後入了醫院 然後不夠一個月就走了 這些全部都是 鬼呀鬼 突發性的千兆 而暗命就是一些意外 也都應驗了 所以我就 我為了自己家裡的健康 和媽媽的健康 亦都是想關係好 就決定 我師傅去化解這件事 也都是很好 師傅幫我去改這個門牌 化了每一個門牌 亦都 及後 我媽也都曾經 其實化了門牌 這些事情 不是馬上消失了 都會發生 但是會減弱了這個氣場 之外也會 有機會避過一劫 最近我媽也發生了一個案例 就是 她突然間在家裡 她暈倒在廁所 暈倒了藥 然後入醫院 就發現是那個 大毒麥斯烈 送院的時候 已經說是 接近差不多是 有生命危險 亦都是有機會在車上救不回 結果 吸回來 那輛救護車 是有一個暗生的氣場 亦都是 有吉星 甚至乎是 我媽最邊住了兩個醫院 當然也有很多空星的氣場 但是 感謝師傅 幫我化解了這個地址 這個門牌 令我媽媽度過一個一個的難關 我現在媽媽手術兩次都成功 現在都走得走得好 我很開心 聽說 又是 你始終改了 完拜之後 還結婚 有寶寶 是吧 亦都是 癲癲癲癲了 兩個人進來 這些都是一種福氣 調整過後的一個厚的咬過 本身的地址 各時都是暗常的 很多的危機在這裏 亦都會容易會有一些叫做 是可以是 起到一些叫做 念中的話 生命是不像狗 還突然間發生一些 因為而離開的 所以他會不會改 人的方面容易熱力熱笑的 但是呢 我們吊醒了之後 賭犯就會是黃釘 是不是 目前來講 都恭喜你 有一個很幸福的家庭 亦都有這麼愛你的老婆 是吧 多謝你的分享 老師 剛才我們聽完 Mansy她的一個分享 但是有些事情 我也想請教學 因為剛才我回憶 就是你其中 有一個單位 你講到她的磁場 就是607 這三個數字 如果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跟這個 那個 就是蔡天鳳案 其實那個前夫 她也是有607這個數字 是的 是的 607的部分 容易會 家人 有一些 叫做 暗狀 危機的部分 容易發生一些 叫做 可能的 意念不到的事件 會發生 就是暴力的事件 暴力 或者是 凶宅 各部分 轉運 不過要留下前面 跟什麼做事 跟空的部分 就很容易發生 這個部分 啊 OK 當然 我想身為觀眾的大家 當然都不希望 受害者是你的 所以 及早 得到一個訊息 透過這個數字的能量 我覺得 都是一個微與籌謀的方法 大家如果有不明白的話 可以在影片資訊欄 找到老師的聯絡方法 請教一下她 下一集 我知道 還有多一些案例 還有一些分享 可以再告訴我們 老師 是的 好 拜拜